中国异议艺术家艾未未 星期四在位于捷克首都布拉格的 捷克国家美术馆展出了他的大型新作 名为难民船旅行法则 展品是一条70米长的充气橡皮船 上面搭载了258名乘客 庞大的展品占据了一个展厅 组建和安放就用了两个星期 艾未未这样解释自己的作品 起初作品反映的是 在我理解全球难民处境 这个政治问题过程中的个人旅程 我的好奇感 作品本事前 艾未未曾亲父希腊莱斯伯斯岛 在那里的两年间观察记录了 从非洲和中东渡海求生的难民状况 这里的所谓法则 可以解释为规则或者是条例 而所有这些规则 应该源自这次旅行 旅行应该决定法则 因为我们的人类智慧 以及我们学习 或者接受所谓文明的全过程 应该永远得益于这样的旅行 针对艾未未对欧洲难民表示的关注和理解 以及用艺术反映这一问题的尝试 舆论反映多元 有人称他放弃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改行关注欧洲难民问题 对此艾未未说 不存在孤立人权 人权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 只关心局部 这样的价值观是狭隘绝望的 威威卫视报道